大家好,拜登和普京的谈判现在看来没有结果 普京下令俄罗斯的武装支撑机在亚罗斯拉夫尔地区 以及比尔哥罗德 多地对乌克兰边境地区进行模拟攻击 乌克兰边境距离这两地只有30公里左右 现在俄罗斯的当地媒体曝光了很多视频 就是俄罗斯的卡5-2还有一些武装直升机在模拟进攻乌克兰 我后面会把相关的视频给大家播放一下 现在来看大量的武装直升机进攻乌克兰和之前美国总统拜登 他预测的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首先开始空中打击 通过武装直升机对地面的一些防空雷达战先进攻击 是完全符合的 那么现在看来俄罗斯很可能在演练最后进攻乌克兰的 最后的一种 乌克兰也紧急关闭了与俄罗斯的边境 现在我了解 所有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境已经完全关闭 那么俄罗斯公民不允许进入乌克兰领土 禁止进入 如果有近亲死亡证明的人 是可以进入乌克兰的 主要原因就是防止俄罗斯方面派出一些特工 特务人员混在人群里进入到乌克兰境内 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帮助 而且现在乌克兰的特种部队 已经抵达了叫佩斯基定局点 这个距离顿涅斯克距离也非常近 那为什么乌克兰特种部队要抵达顿涅斯克最前沿地带 特别是靠近顿涅斯克机场这个地带 现在乌克兰的国防部没有给出答案 这个特种部队是受过美国和英国训练的 他现在首次抵达顿涅斯克机场 也引起了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关注 那么他们携带的武器和装备现在也没有曝光 那后续如果这个地区发生交火 我也会持续关注 现在我了解的情况 波罗斯生克与埃哈迈多夫已经达成协议 埃哈迈多夫的银行为波罗斯生克提供 四辆FUIB银行的收款车 这个收款车被伪装成普通的运输车辆 在这个特种保镖以及雇佣军的保护之下 波罗斯生克正试图与走私者谈判 以便在未知边境地区提供一条绿色走廊 这个未知边境地区很有可能 匈牙利或者波兰边境将乌克兰 他在乌克兰银行的四辆卡车上的现金运送到境外 那不仅在带走他的所有的在乌克兰的财富 包括现金还包括他的家人 也要通过这个借款车一起武装护送出去 离开乌克兰 现在乌克兰局势很紧张 埃海迈多夫大家知道是顿涅茨克矿工的老板 他人现在在迪拜 他提前就走了 所以有时候吧 你看为什么人富豪这些人掌握信息这么灵敏 很多人不相信乌克兰能打吗 这些人都是什么 事不关己高高挂气 真正在乌克兰生活这些富豪早就听到了很多消息 早就离开了 你看这个埃海迈多夫 他在莫斯科的人脉他在所有的政界的一些人脉 他知道这个战争迟早要打 人家早就走了 所以你看波罗生科为什么回来 回来提取自己的现金 包括自己所有家族在乌克兰 所有的现金能带走的全带走 四辆系管车武装押运 还有工兵的啊 很可能在匈牙利或者是波兰边境地区 也可能这美国大兵等着他呢 在波兰边境是吧 四辆车 这一路上如果被劫了 也就被劫了 所以现在波罗生科这个消息 在乌克兰国内啊 引起了很多组织的关注 特别有些黑社会 有些黑社会一样劫他 这一票劫下来啊 那波罗生科 他的在乌克兰的财产将全部消失 全部消失 但是波罗生科人家在伦敦有很多其他财富啊 所以在现在来看乌克兰这个局势很复杂 所以真正了解信息内幕的人早就走了 你看这个埃海迈多夫 他离开乌克兰的时候 我给大家报道过 所以我说乌克兰这个局势 为什么很有可能发生战争 你从这些富豪这些了解内情的人 他的行动你能观察出来诡计啊 我后面会给大家播放一下 现在俄罗斯模拟攻击乌克兰的 用武装直升机模拟攻击乌克兰的最新的视频 这是昨天在乌克兰边境地区 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有30公里地方 进行的最新的训练 这是普京和拜登进行通话以后 普京下令进行的模拟攻击 非常壮观啊 所以我说乌克兰这个危机呢 实际上不可避免 普京已经把兵都放到这个位置了 大量的人员都集中了 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撤回 这么轻易的撤回 他是要得到利益的 他才能撤走啊 他这么轻易的撤回 首先俄罗斯国内不会支持他 人家一制裁你你就撤了 那你还是普京大帝吗 我们俄罗斯还能相信你普京吗 另外普京一定要得到某些利益 他才能撤走 这么多部队 十几万部队运到这个地区 人吃马胃 包括弹药 包括消耗 包括国际上的这个影响 轻易就撤走了 他得获得自己的利益 现在看普京得到自己的利益了吗 他除了跟中国签署了一些 贸易上的协议得到一些利益以外 在欧洲方面损失 他获得了吗 没有 所以普京会轻易撤军吗 不会 一定要有所收获 你要记住 这是利益 所以你看很多事情 你要用完整的逻辑来看 所以这件事情在乌克兰 这件事情还是我之前的判断 这个战争迟早的问题 发生了一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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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